刀狼南京演唱会 徐紫瑶独唱秀红旗唱起 你就明白那英 思情隔日乐等人 不再被观众原谅的原因 想拥有让人羡慕的好运气 那就从关注我开始吧 点赞关注 让你财运亨通 福气满满 刀狼带着他的歌 在南京点燃了一把火 这把火烧的是情怀 烧的是传承 也烧出了不少争议 有人说 刀狼这是在炒冷饭 把老掉牙的红歌唱出了新花样 有人说 刀狼这是在带节奏 用情怀绑架年轻人 还有人说 刀狼这是用心良苦 想用音乐唤醒年轻一代的民族记忆 刀狼的音乐 就像一杯陈年老酒 出场可能觉得寡淡无味 但细品之下 却能感受到其中的醇厚绵长 他的歌 没有华丽的词早 没有复杂的编曲 有的只是一颗真诚的心 一种对生活 对历史 对祖国的热爱 他把这种热爱 融入了每一个音符 每一句歌词 唱进了人们的心底 有人说 现在的年轻人 生活在秘惯里 哪里懂得什么家国情怀 他们追逐的是潮流 事实上 是那些光鲜亮丽的东西 谁还会去听那些老土的红歌 但刀狼的南京演唱会 却给了这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演唱会现场 座无虚喜 年轻人挥舞着荧光棒 跟着刀狼一起高歌 那一刻 他们不再是追逐潮流的时尚达人 而是被音乐所感动的普通人 是心中流淌着中华民族血液的咱妈人 刀狼的音乐 就像一座桥梁 连接了过去与现在 连接了历史与未来 他用音乐 告诉年轻人 那些曾经的苦难 那些曾经的牺牲 那些曾经的奋斗 都是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他用音乐 唤醒了年轻人心中沉睡的民族记忆 让他们明白 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身上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 当然 也有人对刀狼的音乐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 刀狼的音乐过于主旋律 缺乏个性和创新 他们觉得 音乐就应该是自由的 个性的 不应该被任何标签所束缚 每个人的看法不同 这很正常 音乐本来就是一种主观感受很强的东西 有人喜欢 就有人不喜欢 但不可否认的是 刀狼的音乐 触动了很多人内心深处的情感 引发了人们对历史 对社会 对人生的思考 刀狼的音乐 或许不是最完美的 但一定是最真诚的 他用音乐 表达了自己对祖国 对人民的爱 也传递了对未来的希望 他的音乐 就像一粒种子 播撒在人们的心田 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 开出绚丽的花朵 刀狼的音乐 就像一面镜子 照出了时代的变迁 也照出了人心的变化 他的音乐 或许不能改变世界 但至少 他能让更多人 听到来自心底的声音 感受到来自灵魂的震撼 刀狼十年 是原谅还是遗忘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2023年的华语乐坛 刀狼这个名字再次成为焦点 他用一首罗刹海誓 宣告了自己的归来 犹如一股强劲的旋风 席卷了整个乐坛 十年前 刀狼凭借2002年的 第一场血红遍全国 那沙哑的嗓音 深情的歌词 让人们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然而在刀狼最辉煌的时刻 却遭遇了来自音乐圈的质疑和批评 有人嘲讽他的音乐过于简单 有人质疑他的实力 这些负面声音如同一盆冷水 浇灭了刀狼的热情 也让他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这十年 刀狼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坎坷 他在低谷中挣扎 却从未放弃音乐梦想 终于 在2023年 他带着罗刹海誓强势回归 这首歌仿佛成为了他的复仇之作 用音乐回击那些曾经的嘲讽和质疑 刀狼的付出 让许多人开始反思 这十年 我们是否真的遗忘了刀狼 事实上 刀狼的音乐从未离开过我们的生活 在他的歌声里 我们听到了自己的心声 那些关于爱情 亲情和生活的感悟 始终触动着我们的心灵 刀狼的回归 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审美 也让我们意识到 音乐的魅力在于共鸣 而非形式 面对刀狼的付出 有人选择原谅 认为他曾经的辉煌族 以掩盖那些争议 也有人选择遗忘 认为刀狼的音乐 已不再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 然而 刀狼本人却用实力证明 他依然是那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 他的音乐依然能够触动人心 刀狼十年 是原谅还是遗忘 这个问题或许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刀狼的音乐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 让我们在盲目之余 得以回味那些曾经的美好 而对于刀狼来说 他早已在音乐的道路上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在这个时代 音乐是刀狼的信仰 也是他传递情感的载体 他用自己的歌声 讲述着一个个关于爱情 亲情和梦想的故事 而我们 只需用心聆听 便能感受到那份真挚的情感 刀狼十年 归来仍是少年 他的音乐之旅 才刚刚开始 有人说他的音乐吐气 缺乏深度和念含 有人说他的唱腔太过粗犷 不符合主流审美 甚至有人直言 不认可他的音乐风格 认为他不配被称为音乐人 面对这些质疑 刀狼选择了沉默 他但出公众视野 如同引入山林的侠客 不再理会江湖的纷争 他的沉默 不是退缩 而是对音乐的坚守 是对内心信念的执着 十年 足够改变很多事 曾经红极一时的歌手 如今已销声匿迹 曾经备受追捧的歌曲 如今已无人问津 而刀狼 这个被推上风口浪尖 又被重重摔落的歌手 却用十年的时间 打磨出了一把锋利的刀 这把刀 不是用来攻击他人 而是用来剖析自己 一刀劈开了娱乐圈的虚伪和浮躁 也劈开了人们心中 积压已久的情绪 在这沉默的十年里 刀狼并没有放弃音乐 他在音乐的海洋中遨游 汲取着生活的养分 将自己的感悟融入音乐之中 罗刹海氏的诞生 正是他十年磨一剑的成果 这首歌曲的爆火 并非偶然 他精准地踩中了时代的脉搏 用辛辣的歌词 讽刺了社会现实 也用充满力量的旋律 唤醒了人们心中 对真实和纯粹的渴望 刀狼的音乐 如同一面镜子 折射出社会的光怪陆离 也应照出人们内心的复杂情感 他的歌声虽然粗犷 却有着无法抗拒的魅力 他能够穿透人心的防线 直抵灵魂的深处 罗刹海氏的成功 不仅是对刀狼音乐才华的认可 更是对那些曾经质疑他的人的有利回击 刀狼用他的音乐证明 深度和内涵不是靠花力的瓷藻堆砌 而是源自生活的沉淀和思考 他的唱腔 虽然不符合主流审美 却有着独特的韵味 他讲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 传递的是最真挚的情感 刀狼的音乐 不需要华丽的包装 他本身就是最真实 最纯粹的艺术 如今 刀狼再次站在舞台上 他的背后是十年的沉淀 面前是无数期待的目光 他的音乐 如同他的人一样 经历了时间的洗礼 变得更加成熟和厚重 面对曾经的质疑 刀狼无需多言 他的音乐就是最好的答案 他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音乐人 什么是永不磨灭的音乐精神 这首歌 罗刹海事 不仅让刀狼重回巅峰 也让那些曾经质疑和批评过他的人 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他们的言论 背网友翻出 与如今刀狼的成就形成鲜明对比 成为一种莫大的讽刺 那些曾经的冷嘲热讽 如今看来 不过是风中的尘埃 被刀狼的音乐光芒所掩盖 私情隔日了 一位曾与刀狼友过合作的女歌手 在罗刹海事爆火后 公开发表了一些关于刀狼的言论 被网友认为是阴阳怪气 蹭热度 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他的言论 一方面被解读为为当年的言论找补 试图挽回自己的形象 另一方面 也有人认为 他是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只是表达方式欠妥 无论如何 私情隔日了的言论 都像是一块石头 投入了平静的湖面 激起了层层涟漪 也引发了人们对于音乐和音乐人的深刻思考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一个歌手 是看他的人气高低 还是看他作品的销量 是看他是否符合主流审美 还是看他是否能引起大众的共鸣 这些问题 在刀狼的回归和私情隔日乐的争议中 被放大和凸显 音乐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其价值不应该仅仅以商业成功与否来衡量 一个歌手的价值 也不应该仅仅取决于 他是否迎合了主流审美 音乐的魅力在于其多样性 在于他能够触动人心 引起共鸣 传递情感 激发思考 刀狼的音乐 之所以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正是因为他具备了这些特质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我们或许应该更加宽容地对待不同的音乐风格 更加深入地理解音乐人的创作理念 一个歌手的价值 应该在于他的音乐是否能够触动人心 是否能够传递出真实和力量 而不是简单的被市场销量或者人气所定义 刀狼的回归 不仅是对他个人音乐道路的肯定 也是对那些坚持自己音乐理念的艺术家的鼓励 而思情隔日乐的争议 则提醒我们 作为公众人物 每一次发言都应该深思熟虑 因为他们可能会成为 评判一个人艺术价值的标准之一 在音乐的江湖中 唯有真诚和才华 才是永恒的通行证 刀狼的经历 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个真正的音乐人 应该拥有怎样的品质 是迎合潮流 还是坚持自我 是追求名利 还是忠于内心 在这个充满诱惑和挑战的音乐世界里 刀狼用他的选择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他选择了沉默 选择了用作品说话 选择了用时间来证明自己 在漫长的十年里 他没有选择随波逐流 也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理想 罗刹海士的成功 不是偶然 而是必然 他是刀狼十年磨一剑的结果 也是他用生命和灵魂 谱写出的时代之歌 这首歌的爆火 不仅是对刀狼音乐才华的认可 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原谅和遗忘的深刻思考 那些曾经质疑和批评过刀狼的人 如今是否应该被原谅 那些曾经被时间掩埋的恩怨 是否应该被重新翻出来 在这个问题上 刀狼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态度 他的沉默 不是逃避 而是一种更为坚定的回应 他没有选择正面冲突 而是用音乐作为最有力的语言 让作品为自己发伤 这种态度 或许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原谅 他不是忘记过去的伤害 而是超越了它们 用成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同时 刀狼的经历也告诉我们 真正的音乐人 应该拥有坚守自我 忠于内心的品质 在音乐的道路上 不被名利所获 不因外界的质疑而动摇 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的热爱和尊重 这样的音乐人才能创作出真正触动人心的作品 才能在时间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足迹 那些曾经被时间掩埋的恩怨 或许不必被重新翻出来 但也不应该被完全遗忘 它们是成长的一部分 是音乐旅程中的试金石 刀狼的选择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音乐人的兼任何智慧 也让我们思考 在艺术的道路上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挑战 如何坚守自己的信念 总之 刀狼的经历 不仅是对他个人音乐生涯的一次升华 也是对所有追求艺术真谛的人的一次启示 在音乐的世界里 只有真诚和坚持 才能铸就经典 才能赢得时间的考验和人们的尊重 请不吝点赞订阅